坦白講 韓國瑜就是到了美國 就是到哈佛的費政經研究中心 做了交流 就是對台美關係做了幫助 我覺得你到底要批評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批評 這一種 坦白講我不能接受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能接受 當然他有他批評的自由 那當然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整篇演說 我的觀察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是兩岸關係 為什麼呢 我剛剛講了 事實上在兩岸關係裡面 九二共識在整篇文稿裡面講了五次 那他也正面對決 民進黨對他的質疑 就是說那你這個什麼 你講的所謂的九二共識 是之前綠營人士都老愛講說 那個韓國瑜講的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 可是沒有 他講得很清楚 是一宗各表 一宗各表 而且綠營人士也喜歡質疑說 那所謂的這個九二共識 老共跟我們就不承認 一宗各表不承認 他特別提出了 在國民黨執政了八年 就是馬政府那八年 對於這個什麼 這八年中簽了不少協議 北京也沒有拒絕跟我們交流 換言之他用事實面 來打臉民進黨對他的質疑 所以基本上對我而言 這就是求同存異的一種表現 所以坦白講我不曉得民進黨 到底要怎麼繼續去質疑他 換言之這個什麼 這個韓國瑜他在美國這場演講 當然還提到很多他的崛起 高雄的經驗 這還有台美關係 事實上他還有講到經濟面 講到FTA 事實上是面面俱到 但是我覺得蠻有韓式style 因為他裡面要講到什麼土包子 什麼什麼什麼 賣菜狼 賣菜狼 這個我不曉得美國人 到底聽得懂聽不懂 不過我基本上四平八文 當然一定是超越市長層級 不過我說真的 之前如果你看一下 鄭文燦之前到美國 美國去智庫的演講 他是談什麼 他是談印太戰略中的 台灣的角色 你是總統級的 對也是總統級的 就是說你會看美方 怎麼看待台灣的政治人物 坦白講 去美國訪問的台灣 這些縣市首長 並不會每一個人都談這些 所以說的確 美方當然是 尤其韓流這麼強 民調這麼高 他當然是把他當作一個 超越市長層級的人來看 那剛才那個僑胞的部分 我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事實上去年9月 我有到美國紐約 也是受僑胞之邀 去那邊 不是做speech 也不是做breeding 我們那邊有一個造勢大會 自費嗎 當然是自費 我去那邊的經驗是怎麼樣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國民黨提 各個縣市都有提名人 那在那邊 事實上我們是幫所有國民黨的 這些縣市長的候選人 幫他去做造勢 可是我不要說實話 當時9月份 事實上寒流已經慢慢起來了 那講到其他的候選人的時候 譬如說摸摸摸動算 摸摸摸動算 那個情緒跟發言完全是不同的 那我要講韓國瑜跟這些僑胞 我覺得一個很深的連結是什麼 中華民國 真的因為我那一天去的時候 我現場感觸很深 在國內唱那個什麼中華民國送 沒什麼感覺 到僑胞的場合唱中華民國送 快掉眼淚了 那我們知道韓國瑜以前造勢的場合 哇 那國旗 對啊 他是中華民國的擁護者嘛 這個也是啊 僑胞的場合也都是國旗啊 我就是要跟大家報告 僑胞太樂愛中華民國了 然後他遇到一個這麼深愛中華民國縣市首長 到美國去 那個感情上的連結跟連動 是相當深且大的啦 所以說我覺得當然這個一定 韓國瑜到那一邊去 一定會更造成轟動 最後那個袁茲的是 袁茲剛才有 就是說提到就是說 對黨中央有一些期待 對 他對黨中央有期許 對 我簡單回應啦 就是說當然我覺得現在共識 就是慢慢很清楚啦 那主席也說他不選了 可是當然袁茲 我跟袁茲非常熟 我們是好朋友 他講了很多次 要趕快 要盡快 這個事情我覺得啦 是不是 就是我坦白講 因為要假設要爭到韓國瑜 要考慮的事情很多啦 現在還很多啊 不是啦 我說考慮的細節 細節很多 吳韓會之前本來要會的嘛 那因為到美國 所以就暫時延後了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有吳韓會 吳王會 吳朱會等等 那你還會公開嗎 吳韓會哪一天 吳朱會哪一天 吳王會哪一天 還要公開嗎 這個我不曉得 那我覺得要讓每一個候選人 都接受的方式啦 不要說會了 然後大家提到說 要不要公開要不要什麼 又把這些問題檯面化了 我覺得讓每個人就是什麼 覺得說可以接受這樣的方式去會面 這樣是最好的 那再來喔 快不快還要考慮到什麼 韓國瑜的意願 對啊 因為韓國瑜道歉 他還沒有正式表態嘛 那當然假設黨 但是剛才提了一個折衷的方法 就是吳敦毅主席去找韓國瑜談這件事情 然後給他一個時間讓他思考嘛 給他兩個月 給他三個月 那就到了這個議會結束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很折衷的建議 這是一個選擇 我承認 可是剛才講到就是說 韓的意願 對啊 那韓能不能接受這兩個月 這三個月的時間 還是他希望 我不曉得 他也許覺得在哪個時間點 韓汉兄之庭有提到那個什麼 因為還在議會 還在 6月5號 所以給他兩個月就剛好議會結束了 對 這是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底符不符合原資所講的 儘快 趕快 對啊 剛才那個案子是他提的 我提的 是啦 對 所以說我說這個勢必 因為現在才4月嘛 到了6月 那如果到了6月 才要決定這個事情 那就不能拿趕快或儘快 來要求嘛 他就說現在有一個行動 去徵召韓國瑜 就有行動嘛 那至於韓國瑜同意的時間點 可以給他兩個月 或是三個月的時間塑寶啊 對 那這個就是主席跟 現在主席並沒有行動 現在主席喊的是徵召式的初選 上一個做法還是徵召式初選 都還沒有說要徵召 還沒有確定到底是用哪個方式 可是至少吳主席要見韓國瑜 這是確定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見面 見面就是要談這些細節嘛 對不對 有一些怎麼辦法 讓他那個啦 那我最後講一個就好了 你看民進黨的初選啊 當時因人涉事 因為當時 指責你這個發言人喔 每次一發言喔 就把問題搞得越複雜 發言人喔 還是要把那個問題 搞得越單純越好 是 現在的一個情況是這樣子 因為先見韓國瑜 對韓國瑜來講是不恰當 對主席也不恰當 是因為啊 有 目前已經在檯面上 有三個人是有意願要參選嘛 例如說周錫瑋 朱立倫跟王金平 但是以目前 周錫瑋跟助理倫都同意爭招啦 對 所以他目前的情況是 不管是海外僑胞 還有國民黨的基層 還有一般的民眾 還有很多的中間選民 他們是希望韓國瑜出來 那希望韓國瑜出來的情形下 韓國瑜已經很多次的表白了說 他真的有困難 他沒有辦法用參加各種形式的初選 也就是說你任何形式的初選 他都不好做 因為他參與的話會掉入敵人的陷阱 對手的陷阱 所以任何形式的初選都不可能 所以如果要韓國瑜出來 就有只能夠用徵召的方式 那重點就在這裡 既然韓國瑜的態度已經這麼明白了 只能徵召的方式的情形下 你就要去詢問 主席就要先詢問這三個人 那目前吳定義已經表態 目前這個吳定義已經表態不選了 周錫瑞也支持徵召 而且他是最強力支持徵召的 那朱立倫也強調說 如果徵召他也全力支持 但是如果不徵召 要辦初選他也會參與 那但是他已經有說了 一旦下定決心徵召 他絕對支持 所以他不會是主力了 那現在只剩下一位就是王金平 一直沒有鬆口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吳敦義主席的工作就要更多的 是不是跟王金平也談說 那我們你是不是可以跟朱立倫的態度一樣 就是一旦啟動徵召 你也完全支持 但是如果我們啟動徵召 韓國瑜最後不願意 那我們就啟動初選制 那這個問題就在韓國瑜了嘛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處理的話 事情就很容易圓滿地解決 也就是說 好 這幾位都同意徵召 那當然等韓國瑜一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那吳主席就可以跟韓國瑜說 我已經跟這幾位都談好了 他們也都承諾了 說如果你接受徵召 他們全力支持你來選總統 那如果韓國瑜說給我一點時間考慮 那我們就等你給你一點時間 那如果韓國瑜說好我同意接受徵召 那就開始出來參選 那當然有人說那目前議會的情況下 對韓國瑜會不會有傷 我覺得他高雄市議員以陳志忠他們的表現 跟他們那一夥人的表現 我覺得那是小差一疊 對韓國瑜要選中華民國總統的 以後的作戰是從北到南要打下去的 那對高雄市的那一些議員 坦白說真的 他們連送的黃袍 你看看我們的四肩胸黃袍是怎麼送的 然後你看看他們的黃袍是怎麼送的 你看看他們那個氣球在那邊搓來搓去 因為是怎麼搓的 你就可以知道高雄市議會的那些議員 是小菜一疊 對韓國瑜的這樣的一個作戰能量來說 那個是小菜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足為據 那重點也就在於 是不是請吳敦毅加速一點 在韓國瑜回來之前 就跟王金平一次啃談 兩次啃談 三次啃談 那啃談到最後王金平覺得 朱立倫的建議非常好 我比照朱立倫 那我們就這樣子做下去了 那這樣的話也讓這個吳主席心裡有抵 那麼也讓這個韓國瑜 在美國的時候有空坐飛機回來 反正飛機時間很長嘛 十幾個小時 他也可以好好的去盤算思考一下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好一點啊 麻煩一下 但是我同意賴老師的說法 我再補充一點點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有三位人士質疑旅費的問題 我覺得黃國昌我們就不談了 因為黃國昌的格局跟格調跟水平 不太值得去談 但是許樹榮跟林卓水 這個在社會上是有威望的 就多少都有比較被尊敬的人 他們來談這個旅費的問題 坦白說他們的 這樣就把他們自己的格局就下降了 好可惜 林卓水跟徐世榮不應該犯這個錯 黃國昌本來就會做這種事 所以黃國昌我是不太理會他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因為徐世榮本身也是學者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這個規格本來就有很多種 方法也很多種 有的是旅費 住宿費 演講費都給 有的是只給旅費 住宿費 沒有演講費 有的時候只給落地接待 就是你到那地方接待 那機費你要自理 有的時候對現任的官員 很多的時候就是我邀請你來做演說 那沒有負擔任何費用 這個在國際間的所有的場合裡面 是常常多見的 因為你是現任的政府的官員 很多的時候現任的政府官員 你錢收的也不是 你不收也不是 對他們來說是有困擾的 所以形式很多種 那個都沒有問題 那個也沒有說我對你尊敬或者不尊敬 也都沒有這個問題 都沒有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在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也常常邀請特定的 那個比較親某一個政黨的美國的學者 到台灣來做演說 頭等艙 要不就是商務艙 五星級大飯店 等到整個演說都完全滿足 這個特定政黨的特定人士的需要的時候 再送你一筆非常豐厚的演講費 而且那個豐厚的演講費 常常高出規格 我們有時候也會請他們說 報一下 爆料一下你的演講費厚不厚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包括伊斯安很多人來 你看他們的規格 他們在海外 例如說他到法國去 或是在那個 搞不好在美國的演說裡面 絕對沒有那個規格 沒有那個價錢 但是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 很多的時候或是一些智庫很願意負擔 很高的價錢 如果不相信的話 NCC 你如果對我的語言有意見的話 還是NCC豬尾 豬 不要忘了 不是豬狗禽獸的豬 NCC豬尾如果對我有意見的話 去問一下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或者是中華民國國安單位所屬的智庫 邀請他們來的時候 給他們多少錢 公布一下 讓大家知道說 這樣等級的研究員來台灣做了這一場演講 值那麼高的演講費嗎 公布一下 也讓台灣的民眾知道 他的血案錢花到哪裡去 指責剛才在講這一份聖譽 韓國瑜的聖譽 讓我更理解到說有神 但是更需要有牧師來布道 開示 要不然像我知直語辱的很多沒聽懂 那麼賴教授趕快適時的 布道一陣子以後 OK 你見證神蹟 但是要來 再來換作要攻擊另外一個教派 滿天神佛 大家互相尊重 那就不好了 就不好了 像剛才輝文講的 他具體的講出 那我們這邊 我們的信仰的 那我們這些領導者 他講的哪些話 你如果認為哪些不對 就直接挑明的這樣講 可是你不要講這種說選舉上 民進黨現在在初選搞成怎麼樣 民進黨的初選 初選我們等一下才會問你 我們機制其成都很清楚 你們什麼都沒有 那你還來招他 我們這個 我們還沒訂 你們是訂了 已經改了 那我簡單講 改兩邊 除了神界的事以外 我覺得武林中也有一個潛規則 這就是為什麼韓粉們對朱立倫他們不滿的地方 就是說朱立倫其實已經繳械交心了 但是還不夠 在武林的規矩裡面 他應該要自斷經脈 自費武功 要這樣才可以就對 這才是對韓神一個徹底的交代 所以你回去轉告他 那你要說怎麼做啊 這個他要自求了斷 這個我不能多言 賴清德也趕快自求了斷 因為英本都在霸凌他 不不不 人家他們還在競賽當中 那你們朱立倫已經繳械交兵 交心了 不是嗎 是